首相杜斯里安华今天出席首相署每月集会时 大谈公共领域的改革制度和文化 他说自己在财政部检阅报告时 发现了许多越权等等不当行为 为了杜绝这种风气 他希望能够从政府机构和公务员开始 如果发现内阁成员违反法规时 也欢迎公务员勇于举报 就连首相也不例外 此外他提醒公务员避免安于现状 应该为了国家改革走出舒适圈 面对国内沿用多时的公务员体制和系统 力求改变的首相南都斯里安华 今天在首相署每月集会发表致辞时 呼吁全体公务员应该实时抱有求新求变的心态 走出舒适圈 避免满足于现有的制度 安华强调公务员本就应该为民族和国家尊严 下定决心带来行政改革 除了提醒公务员不要安于现状 首相也向内阁成员喊话 要求他们和公务员保持紧密的合作 确保拥有更具透明的市政方针 已经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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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ada kekuatannya tetapi bila kita letakkan tokoh baru haruskah ada kehasrat untuk bawa perubahan semua agama begitu Nabi Muhammad SAW itu juga seorang tokoh serasul yang melakukan transformasi walaupun saya lebih suka dengan reformasi tapi tak apalah banyak pembaruan jadi tidak benar kalau dikatakan bahawa kita harus ada budaya selesa itu yang menginginkan kita 在提点 公务员 一番之后 按华海亮 绿灯 允许 公务员 举报 内阁成员 的不当行为 就连 贵尾首相 的他本人 也可以被 举报 他解释 这么做 能够凸显 公共领域 在执法 的重要性 为了达到良好的问责制度 安华鼓励公务员鼓起勇气 执政公共服务领域的不当和越权行为 因为唯有这样 国家才会真正的迈开步伐更进一步 这是安华出任首相以来的第二次每月集会 出席这场集会的内阁成员包括 副首相南都斯里法迪拉 掌管沙巴与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阿米战和宗教事务部部长 拿督莫哈姆奈因 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莫哈姆祖基 同样清零现场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